字幕提供 拍這一集節目我很緊張 為什麼 我怕打錯字 打錯字 因為我們華人打錯字 如果自己節目都打錯字 叫做衰雙 那就是錯誤的示範 雙重野獄 給人野獄 我們打算野獄 別人野獄回我們 喜劇效果 大家都應該知道 現在是葉劉潑儀 葉劉淑儀 打錯字 葉劉淑儀的宣傳選舉電郵 電郵裡面被人發現了 打錯字 潑字老實說 可以是褒義 可以是潑辣的潑 或者可以是活潑的潑 通常潑辣多 你對著那些人說潑辣多 我最近對著中電 小朋友都說活潑的潑 潑辣的潑辣 如果問我的話 你推23條 你不要亂說 潑字可以拼很多字 變成很多種詞語 有甚麼潑 你再想 潑出來的水 這些收不回來 等於他寫錯字 收不回來 但葉劉都笑了 他笑自己 他笑自己 不如大家玩個錯別字遊戲 因為他辦公室 用速成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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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打錯 為什麼會打錯呢 如果大家 我們首先看看 那兩個中文字 這個就是熟字 這個就是潑字 兩個都是有三點水的 而另外那邊 基本上如果用速成輸入法 都是用柚字 做個結尾 三點水也有 就是有打開字的 不是用毛筆寫的 就是按EE EE EE 就是林依依 那些 兩個E 兩個英文字的E 不是E不寫的E 按完兩個E字 我覺得奇怪 我懷疑他們排版的人 是用Mac機 為什麼呢 PC機 第一版你按EE 熟字排在第七 你按EE7 就出了熟字 但是如果你要打一個潑字 你要按EE7 Spacebar 再按5 才能夠打一個潑字 所以其實理論上 打一個潑字是比較難的 為什麼會打一個潑字呢 這個就是我解不了困的地方 不過你說葉劉淑儀 算不算幫我解困 錯了字就錯了字 救不了就只能夠鬥 反而這些 就像美國人 反而是救不了的東西 自嘲 自嘲 自貶求自保 這個都可以說是 要學習的東西 打錯字很不出奇 但是不小心去處理 字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始終是選舉期間 但你選舉期間打錯字的名字 很怪的 有人甚至乎可以說你 實實聲明 我不是打算選葉劉潑儀 誰叫葉劉潑儀 你不會自己打錯號碼 自己是輸的號碼 如果你就算是走來投訴葉劉淑儀的團隊 要去解釋都可以說是打錯 我想沒有人投訴 不過我笑他就多 因為這件事 不過葉劉很像是投業的 因為潑字可圈可點 都是生點水 你說打劉的生點水不同 葉劉發兒、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 淑儀 淑儀 葉劉淑儀 也幫忙拉票 又可以 用語音 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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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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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Pool3 reading 小心點 記得開了你對天眼去做Pool3 沒錯